這是中國德勒斯爭的王宮 說起來,他的名字很感激 1996年的時候 1945年嚴重孫海1965年修學長 1992年中間 2009,整個都蓋起來 現在這是王宮的內地 最愛買票 現在上面加一頂布蕾搭到的 這樣應該是有保護古著的作用 這是古的廊主 我們每人在這裡看 看到這邊 它是出很新的 新的是把它做完 哇,這意思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這杜上面 都很難清澈 在表上的這些杜 當然不知道是怎樣適合的 我們的當初有很多文件 都一定保存下來嗎 這是青色的 還有一面是黑白的 這王宮是在1200年前後開始去 另外的作者 是用古國翻譯的範圍 寫著羅馬撒生的神器 建築風格 我最初的羅曼寺 加上中間變成文藝復興風格 後來變成巴洛克寺 有三年受到民軍 很嚴重的風景 建築風格都變成無處長的外面 好可哉 所有的收藏品都一定移開了 哪有那個蓋子裡面 哪一個大的蓋子 舉一下 直一下 買票的地方 是在玻璃蓋裡面 其實王宮裡面有很多收藏 不過不可以抓牙 所以到這裡只好挑過 好可哉 今天讓我離開公共出來小雞 這也有很多借案 沒有冰淇淋 沒有面包 這是金色騎士 這是玻璃的香腸 這是熱狗 請問你在這裡買什麼 一間在買寿司 第一 在放他的這一個 手勢啊什麼的 滿有趣的喔 所以這個就是全球只有你一張 非常unique 前面是聖母教堂 這裡有的都是在吃的喔 這是大廣場 吃整個火藥就是 王宮頭城的大廣場 有麥 在德國放著日本的拉麵 當然要去吃看看 有什麼 有麥 好吃好吃好吃 拉麵 看看有什麼 那樣的拉麵 這是拉麵 這個沒有冰淇淋 日本啊 都沒有 還有營業嗎 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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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加一塊錢喔 一盤辣椒 台幣三十五 因為要參觀的環圍很多 所以要請找一個地方 休息 所以吃飯充電 就要選到這間 日本的拉麵店 這裡有很多燙 這裡都是他們的豆 都在吃 喔 鮮蛋超人也吃拉麵 喔 原子小金剛吃拉麵 哇 豆 都 都有啦 桌子在外面 不知道會比桌子在裡面 還那麼多 你看 白人煮拉麵 我也桌子看 老實說 我還不吃過白人煮的拉麵 這間的中紅中年在公公區 是很漂亮啦 中紅水中年湯頭也很讚 哇 那是辣椒三十塊錢 冷餐 冷餐 很佳 冷餐 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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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你看看,還不錯 我第一次聽到有鮭魚拉麵 放鮭魚進去而已啦 放鮭魚進去而已 我給他們隨便放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這一個白人做的拉麵 雷豆捏 初めて捏 這個湯頭怪怪的 好像不是用豬骨 不是豬骨啦 不然就是豚骨煮的啦 如果是豚骨就是豚骨煮的啦 這個只是叉燒而已啊 加點這個辣椒進來了 看看會不會真的很辣 這已經有辣椒了 對 這叉燒 叉燒哪在這裡 這個叉燒太小了吧 沒有用日本標準來看 沒有用日本標準來看 看起來這間的口味都改了 那這個辣椒一點也不辣 這是哪一國的辣椒 德國的辣椒都是不辣嗎 甜辣醬的辣味 這個辣椒是不怎麼樣呢 不怎麼樣呢 這個拉麵其實有賣 好吃啦 這是順母大教堂 在夜頭前的廣場 廣場這裡有一間是拉麵 海盜 海盜池 看到嗎 吃完拉麵又繼續在公廳 謝謝 這位應該是燒雞 好 這樣參觀還有一段 這樣參觀還有一段了 好